我们请丽丽再来谈 良好心态等 此处善缘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无病可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中病患者转危为安 我们来看医疗保健之言 就是对身体有帮助的这一部分 那原始点第一个很重是 按推原始痛点 这个一般都知道原始点 它把整个身体分为一条脊椎脊七处 平常你如果能够善用 这一条脊椎脊七处 只要去找这些痛点 有的痛点就把它按推开来 第一个可以达到 有一些症状的改善 第二个呢 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那另外有一些保健的脂炎 我们譬如说 要善用外内热源 原始点比较常用的 就是譬如涂一些姜粉泥啊 外用涂姜粉泥 还有喝姜汤啊 这些都是属于 那平常还要运动 充分休息 还有心态一定要正面的 不要有一些 不好的想法 这些好的心态 比如说情绪不要波动太大啦 那如果有压力 要懂得如何释怀啊 这些都是心态上要特别注意的 这些跟体质都会影响到体质 所以如果你做好 平常这样体质就会慢慢改善 那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也才会比较正常化 那一般有了这样的改善之后 即便你没有病的时候 你因为你体伤 这些组织器官运作都改善了 那就可以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的作用 那如果有病 你还是要这样做 那这样也可以加速疾病的疗愈 还可以有时候使很多重病 可以转为为安 这对大家平常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原始点在对病毒 这个议题的话 事实上不管遇到病毒 或是各种疾病 如果能够用这一条 然后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都可以达到的 所以病毒当然只是其中的一种 但原始点考虑到的是 整体的体质 怎么样把它调整起来 这一条其实都是在生活中 可以落实的 原始点比较强调 医学生活化 就是平常 不管你有病没病 就是从生活中 把一些好的习惯 能够做得更好 那自然就可以得到健康长寿 如果有病 也可以很快速的疗愈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二 伤身致病之源 伤身致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药食过冷 或不节便治 不当检查及手术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肺气 煤气 沼气 天然气等 毒物 如毒蛇 毒支柱 虎头蜂 蜈蚣 毒蝎 毒蚊 毒蚊等各类毒虫 及有毒植物 及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故需尽量避免 这里介绍的刚好跟上面的相反 就是这些伤身致病之眼 一看到题目就知道 这些眼对我们的身体 是从坏处坏的方面在影响着 那这里提出来就是错误观念 一些比如饮食本来要温补的 结果你喝了一些寒凉 对我们的体质当然慢慢就会变差 那还有本来每天都要应该要 适当的运动 那很多人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 那这样也容易导致疾病 那接下来还有压力啊 生气 熬夜 劳累 诸如此类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的 就像中医讲的七情所伤 风寒属失 喜怒忧失悲恐惊 这些情绪所伤 那另外下面像外感风寒啊 中暑啊 就如同中医的六饮之血 风寒属失造火 这些天气的变化 会影响着我们 然后再来饮食啊 过冷或不干净 变质了 保养不当这些都会 当然不当的检查 有时候还有手术破坏性大的 也是对我们身体 如果处理不当 都会造成伤害 那当然还有一些外伤啊 比如说车祸啊 摔伤啊 甚至烫伤啊 然后还有一些像 我们的环境被破坏了 环境污染啊 这些种种 那另外还有一些化学毒液 比如说硫酸啊 被硫酸烫伤啊 这些都会 那我们的下面也有提到一些 像毒气 这里也提到了 像化学废气啊 煤气啊 天然气 有一些工业的排毒的 这些烟啊 有时候都会让人家很恶心 或是甚至有些流眼泪 甚至呛伤都有可能 那毒物呢 就也是蛮多的 最容易见得像 毒蛇啊 虎头风啊 这些有时候户外 户外常常被意外所 这些毒物所伤的 也都常常见到 另外最现在在谈的 就是像这一次的病毒 细菌病毒的感染 诸如此类都是属 伤身 致病之炎 好 那我们对于炎的态度 这些炎 我们是尽量采取避开 好 我们来念一下 上述各种伤身致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故需尽量避免 好 从这一段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一段 我们对炎的态度 是尽量避开的 所以既然要尽量避开 这一次像病毒的感染 我们如果又拉回到 我们的题目来讲 那病毒的感染 我完全同意 一定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甚至保持社交的距离 这些都可以 平常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如果这样来反反 其实能够做得好 那这样就可以 减掉很多 避免被感染的激励 那这样也不会造成 大家的恐慌 甚至如果个人习惯做得好 甚至有时候 也不必要封城 那如果在懂得 我刚刚讲的 平常在大流行感冒的时候 这些病毒正在肆虐的时候 我们就懂得上述的 刚刚讲的原始点的 医疗保健之言 也就要懂得怎么样来 如果平常就要懂得按推 然后温敷 甚至运动 然后情绪保持好 不要熬夜 如果这些都能做到 那我相信 很多疾病都可以远离 即便不幸 真的被感染了 那因为你平常体力 都锻炼得很好 体质很好 对于修复期也会缩短 然后比较容易身体恢复 所以 如果第一个人避开 第二个就是平常要积极的 把体质 把自己锻炼好 这才是健康之道 那如果万一不幸 被感染了 或是已经造成伤害了 被上面这些恶元伤害了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原始点 对这些的处理方法的态度是什么样 若已造成伤害 则其处理疾病之因 而非疾病之源 以及恶元 只能避开 而不能加以治疗 其中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会使热能大量消耗 导致体力下降 严重者 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急性症状 并非以含量性药来止烫 解毒 杀细菌病毒 以及 以药制恶元 余病无益 当务之急 必须善用外内热源 并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以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 才能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好 如果已经不幸 已经受到这些恶炎的伤害了 那原始点的处理治疗方式 一定是处理疾病之因 因为你疾病已经产生了 那处理炎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不是要处理炎 那原始点的道理也是一样 你已经被 不管是被病毒感染了 或是被烫伤了 再来想要处理烫伤 就是把它止烫 好像用冷水来止热 那些都不是最好的方法了 或是还在考虑 要如何来杀续菌病毒 这些也不是好方法 或是你食物中毒了 然后再来想找解毒之药 也来不及了 这时候身体已经造成伤害了 应该是找出 到底哪一部分的组织器官 运作已经失调了 还有它的热能已经不够了 要赶快补充啊 那如果有体伤 要赶快帮它按推来解除 这样才能够达到解决疾病的目的 而不是去处理恶严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 这里就有进一步提 比较这里有提到的 像比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毒物 及特殊细菌病毒等所伤 这些都比较危险 为什么比较危险 当你一到一旦 被伤害的时候 在原始点的理论就是 身体一受伤害了 身体本来就有 自意力跟修复力 但要自意修复的时候 会动到我们身体的很多热能 那这样动到很多热能 要去修复体伤的时候 会进一步导致我们的体力下降 比较严重的 还可能危急生命 那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很明显的就是 怎么样把热能补回来 那如果有体伤 已经产生症状 怎么样赶快来解决症状 而不是再去想 用这些含粮药 想要来止烫 比如你烫伤了 用冷水冲 那在原始点看法 这样会更进一步消耗热能 所以不是要再解决 这个烫的问题了 那如果是食物中毒 也不是再想方法去帮他解毒 因为他毒已经进来 已经造成热能消耗了 还有体伤组织器官运作也失调了 这时候不是要找这些解决 把盐解决掉的 而且说实在 杀续菌病毒 如果你被流感感染了 那个病毒 你杀死它也没有用了 这时候你应该急着 是要把症状解决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一次流感病毒 很多人死亡 那死亡 很多人到最后都甚至呼吸会急促 那急促的时候 如果以原始点 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体伤啊 应该是要按推背部脊椎两侧 来赶快让他缓解这些病症 而不是在杀续菌病毒 你杀了 对疾病症状也没有帮助 那所以对于此类疾病 原始点是不赞成是处理 这些恶言 应该是要赶快改善体质 那体质改善了 自然疾病就会 就会慢慢好转 甚至危急的患者 也能够得到解决 这才是根本知道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需要厘清的 像这一次病毒 大家一直把重心 一直集中在病毒 事实上病毒是一个恶言 那既然已经造成身体的伤害 应该不是在 把这么多的精力 花在病毒上 而是更多的精力 花在怎么解决上 甚至预防上 这才是根本知道 那要预防它 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把体质锻炼好 即便你感染了 万一不幸感染了 那你也可以恢复得很快 甚至如果你真的体质锻炼很好 你感染了 根本是没有症状的 因为你没有体伤 没有体伤 身体运作正常 你病毒进来 有时候也不至于 会造成一些症状出现 这就是中医讲的 正气足折 血不可干 一样的道理 这才是根本知道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医在谈 七情所伤 还有六瘾之血 风寒鼠尸造火 很多人以为一定要去 比如说你中暑了 那就要用寒凉药 中暑是环境影响到体质 那体质要改善 一定要用温补的 所以不是要再去用寒凉 来治这个 比如说我们被晒伤啊 好像那个很热 我们就要用凉药 或是被烫伤了 我们就要用凉水来冲 一样 这个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们是要治体质 而不是去治六瘾之血 所以有些是说风寒所伤 那就用温补之药 那这个概念也是有问题的 风寒 风寒来了伤到 我们不是要治风寒 是要治体质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概念 温补是对的 但如果是这样要 以为这个温补药 可以驱风寒 来处理风寒 那就不对了 同样的中暑 我们还是要用温补 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而不是用寒凉药 来把这个暑 把它驱走 所以炎是不可以治的 包括妻情手伤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管是因为 工作压力而产生担忧 来造成疾病 睡不着 种种的疾病 你不是要去 跟老板谈 你的工作压力有多大 当你一得病了 已经睡不着觉了 你还是要处理 所以情绪 自己要去调控 但真正产生疾病了 已经睡不着了 已经影响到 甚至你的胃肠了 也吃不下饭了 这些该处理的 还是要处理 好 那我们谈了那么多 就是炎在原始点认为 不应该花那么大的时间 再讨论 只要研制到平常我们应该要避开 就要避开 但不幸如果得到 接下来应该把重心 花在身体上 就是要加强体质的改善 甚至要加强运动 温敷 温补 这一类的 来达到我们能够让疾病 很快的转为为安 好 那我们进一步 再来看下一段 但西医是以遗迹检查出来的结果 作为主要治疗对象 譬如 流感 其处理方式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然而病毒既非疾病之因体伤 既热能不足 也非疾病本身 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体力虚弱 肌状的组织受损 如此诊疗 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也未必能疗愈疾病 甚至还超出医疗范畴 而使病人变多 此即检查有病毒 未必有症状 处理病毒 症状也未必能解除 且病毒属源 非医疗范畴 况且 找出原始痛点 按推及外内热源温脂 就可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达到治乙病 或治胃病的目的 如此 既不必细究体内 又无病毒 也不必研发疫苗 由此可见 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不可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举一反三 其余伤身致病之源 亦应做如是观 好 这里已经很清楚了 这里提到的 比如原始点 它是从身体上 改善体质 来达到 疗医疾病 但西医 西医是以 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那中医呢 中医是以 四诊心法 妄文问切 来辩证论治 这也是不大同体系的 那原始点 也是以观察症状 然后来处理症状 而不是要再来处理 这些病毒 不应该是以病毒的 但每个 医学的体系是不一样的 那西医是以 仪器检查出来 比如认为流感 是由病毒感染了之后 才会产生症状 所以请全力 再对付病毒 可是如果我们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医学的目的是要解决疾病症状 这从中医几千年来 就是这样 就是要 医学就是解决疾病症状 我相信这个 任何医学出现 都应该是这样 原始点当然 也是要解决疾病症状 但西医 却发展出不一样的 一些看法 它跟中医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以检查出来的病毒 那认为 你流感这些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头痛啊 流鼻涕啊 甚至打喷嚏啊 流鼻水 咳嗽 喉咙痛 甚至呼吸困难 急促整等 这些 他们认为 都是由病毒感染 让身体才产生 所以他们 就会以对付病毒 但很显然的 病毒是一个炎 当然会影响身体 但真正要处理疾病 是要 不是处理病毒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反而应该处理 体质 那真正会造成 疾病的 体质的因是什么 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失调了 它才会造成疾病 还有热能不足 这个我们在原始点的诊断 与治疗 都谈得很清楚 因为从生命的角度 也可以看出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身体要维持生命 一定要靠 正常的组织器官运作 正常的运作 才能够达到 那身体组织器官 要运作正常 它背后还要有一个动力 原始点称为热能 那要热能去推动 才会让这个组织器官运作 那这样我们的生命 才可以维持下来 那很显然的 如果组织器官运作失调了 那我们身体就会 开始产生疾病了 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热能 不能推动它 也会造成疾病 而这些 包括病毒的感染 恰恰 正破坏了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的 运作失调 也让我们消耗 更多的热能 要去修复 所以 很显然的 我们症状就产生了 这才是疾病之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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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